亚太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节目 我是何平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非论坛北京登场 习近平大撒币在升级 中国民众对3600亿元原非案议论纷 金饭碗保不住 42家中国上市银行人员工资首限负增长 中国大外宣操作 推动以美论 依赖论 新疆美好叙事等 台湾人杨志渊 遭中国指控分裂国家罪 被秘密判刑9年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9月5号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向非洲承诺 提供数千亿元援助的举动 引发舆论热议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前朗的报道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本周四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倡议 将中国所有非洲建交国家提升至战略关系层面 并且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 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还提到经过70年辛勤耕耘 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习近平承诺未来三年 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 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 并支持非方发行熊猫债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刘平 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中国正试图在全球政治议题上博取 全球南方的主导权 而全球南方的重心在非洲 对中国来说 非洲有着传统的战略意义 他说 就是在联合国对中国的人权机构和外交事务 比如说台湾的问题都有帮助 关键是在所谓的凸显全球南方跟民主世界的曲折 是中国最看重的 中国想扮演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角色 进行反美反西方的长期对抗 中国民众对中非关系是否到了最好时期并不关注 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基本权利 包括中非峰会期间出行自由 上街自由和进入北京的自由 以及不被强制旅游的自由 北京市朝阳区一支委会安保人员史先生 当天告诉本台当地支委会 动员退休人员带红袖标去为之秩序 北京郊区门头沟居民葛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前几天警察抓走数十个住在村内的访民 麒麟在北京的访民韩女士告诉本台 中非论坛期间访民不敢进北京 在微信圈内有人质疑为什么每一次开会 政府都要向非洲各国提供经济援助 葛兰说 江西南昌居民朱先生对本台说 因为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 他在当地的行动受到限制 据官方报道 为期三天的中非论坛将于本周五结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前朗报道 第九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正在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宣布 将在未来三年向非洲国家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有数据表明 中国对非洲贷款近年已大幅下降 中国这次重新向非洲注入大笔资金 其用意何在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中非合作论坛进行到了第二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的主旨讲话中 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向非洲国家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但有数据表明 中国近年来已经大幅削减对非洲的贷款 从事中国此前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大量贷款 在国际社会一再引起有关中国 是否让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辩论 习近平在此时宣布 这笔3600亿元非资金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称长期驻非洲的美国前外交官 乔治华盛顿大学兼任教授大卫·西恩 对本台分析说 从以往的数据可以看出 近些年中中国和非洲国家正摆脱 以传统贷款方式为主的经济合作 但习近平在开幕式上提到 这次总额为3600亿元人民币的原非资金中 包括2100亿信贷 800亿各类援助 以及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 这个资金量相对于前几年有大幅提升 对于中国再次提升对非洲的资金投入 来自南非的美国赫华德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部主任 菲沃·库勒博士认为 这可能主要是出于国际竞争的压力 以下为人工智能赔营 中国过去几年降低对非洲的贷款或援助 实际上留下了一些影响力的真空 很快被其他国家占据 这次中国的举动可以看作是 他们想重新夺回他们在非洲的地位 继续维护与这些非洲国家的关系 他提到中国在非洲面临的竞争 不仅来自西方国家 也包括印度、土耳其等新型势力 在仍然依靠传统的贷款和援助方式之外 外界已经注意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方式 正在转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新型模式 彭博社在暴露中提及了这一趋势 但指出这种合作方式允许非洲国家政府 在不增加主权债务的同时 仍然能向中国借钱 在另一面 在这种新的合作方式中 中资合作方可以用非洲国家的铜矿等矿厂 作为项目后期支付的担保 而这些合作条款往往是不透明的 外界难以得知详情 非沃库勒博士分析说 这种合作方式实际上并不新颖 这让他想到了非洲国家早期 和西方公司合作的过程中 也有类似的方式 最后往往以矿厂资源作为补偿 路透社在5月底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 在非洲尚未产生显著的吸引力 本次中非合作论团 有53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代表团团长参与 国际上一直争论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让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这似乎并未阻止中非合作论坛上 一些合作意向的达成 菲沃库勒博士指出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必须具体深入到每个非洲国家 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去分析 因为非洲国家差别较大 穷的国家不会把这些 与中国的债务看作是陷阱 因为你不可能从天堂 获得发展的资金 钱总得有来处 中国在某种时候似乎是 唯一能给钱的古武家 他举例说 布隆迪 刚果共和国等国家 可以归入此类 但经济情况相对较好 与西方打交道比较多的非洲国家 看法则可能不同 比如南非这样的国家 可能更认同西方所提出的 在共享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合作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 华盛顿报道 中非合作论坛 9月5日上午在北京正式开幕 官方高度节备 各种管制措施引发民怨 维权人士进京也被劫持遣返 同时习近平在峰会上承诺 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 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引起民众不满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9月4日到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官方称 有来自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的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部长等 分别出席峰会和部长会 5日当天是开幕式 北京安保措施空前严密 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维权人士林先生告诉本台 9月4日他和4个其他上海访民乘车前往北京 一方面去维权 一方面想去观摩中非论坛 但刚到北京就被警方遣返 正被警察上岗的独立记者高瑜 在社媒平台X上发帖写道 站街的红袖姑换成警察和武警了 公交站如此 立交桥更是如此 便衣也四处可见 重要路段都管控了 北京一些中小学也紧急通知提早放学 要求家长提早来接孩子 并且不让发正式通知 只能老师一个个打电话 或在线上紧急召开家长会 很多家长不得不为接孩子而请假 住在北京市内的胡先生告诉本台 我们也确实收到了老师委托家长发的通知 就国内言论管制的可言了 比如老师通知我们这些事 让大家注意 还不行 还得让家长通知 还不能直接在群里说不理解就是为什么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 9月5号上午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 宣布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 十大伙伴行动 并承诺未来三年 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 中方还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 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最不发达国家 百分之百的零关税待遇 5号当天 相关话题在微博热搜上被置顶 但评论都被精选 而在海外社媒平台X上 网友纷纷表达不满 有网友说 杂锅卖铁支援非洲3600亿 这和当年饿瓢满地 还要母产三万斤支援阿尔巴尼亚如出一辙 来自西安的一位刘先生对本台表示 官方动辄出手多少亿 对一些落后小国大撒币 却在变着番地搜刮自己老百姓的钱 来自上海的林先生说 他最近曾和朋友前往四川大梁山地区旅游 亲眼目睹当地路边七八个孩子 年龄约在三到八岁之间 全部赤身裸体 穷得一无所有 看到了这个场景 我们都非常心酸 我们这些贫困地区现在非常困难 小孩连裤子衣服都没得穿 那么你们还在那里随意的期望我们纳税 全体纳税人的财富援助那些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的非洲人 非常的难以理解 因安全原因受访的胡先生刘先生和林先生均为化名 声音也经过技术处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经济下行 波及传统的金饭碗行业 有统计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总数和总薪酬均出现负增长 这一状况是近年来的首次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总整 42家上市银行 在上半年 人员和工资的数据 发现32家都有缩减规模 使在短短半年之内 员工的总人数已经减小大约38000人 六大行当中 只有中国银行的人员增加 其他都是在财员 工商银行半年已减小超过1万人 在减员的同时 工资也在减 七成银行的人均工资下调 幅度最大的重庆鱼龙商行 今年上半年 工资同比减小21% 今年上半年 也是42家银行 同时出现总薪酬和总人员负增长的情况 台湾文化大学 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 兼职教授陈松青表示 中国早前为了刺激经济 让银行快速增长 直接放贷业务 但随着房地产爆雷和经济下滑 银行放贷等业务萎缩 网点逐步减小 必须要裁员 这些已经在市场上面的寄存的房贷 烂尾的 违约的越来越多 目前银行的营收大幅的萎缩 第二个就是说 目前的放款里面 已经看得到 个人的借贷或企业的借贷 基本上都下滑 有的是户数 这个对银行的营收也是一个打击 银行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维持这么多人员 也怀应了 中国银行业扩张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旅美的经济学者陈小龙表示 房地产爆雷之后 坏账增加 存款和贷款的利差过于低 使银行要亏本 是财源减薪求生传的因素之一 但最致命的因素是政府 把银行的资金抽走自救 银行财源减薪 也是反映地方政府财政恶化 银行在中国基本上是政府的钱 但政府没钱他就说银行拿 市长来拿钱不给我把你撤掉 换一个能给的 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传统 也要去银行去买 从国债一直买到地方政府的债券 那这些钱都是长期的 有的期限是50年来 短期内是不可能回鲁的 银行的资金大量的被政府抽走 现在它已经到了补不上的程度 补坑的办法是 它是员工财掉 所以银行的资金最后就变成 自己拿刀砍自己了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 爱肯乡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银行的营运是反映实体经济状况的指标之一 银行业进入财源降薪的时代 也反映中国经济 进入年中衰退的时代 企业实业销售盈利在下滑 银行业务活动带来的收益减少 房地产泡沫泡灭 对银行的冲击更大 所以这个实际上确实是 中国经济下滑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展示 确实是坐实了 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 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步入了 大萧条的时代 已经很像1929年的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那个状况 他表示 外资已不像以往一样 会重回中国市场投资 在中国经济内需动力不足下 银行业的寒冬 现在才刚刚开始 相信随着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 银行财源减薪的情况会更趋普遍 就要这电台记者陈纸飞报道 近日有台湾的国安官员透露 中方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王沪宁 协同统战部等多个部门 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访华前 再次发动了新一轮对美对台虚假信息的宣传行动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美 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一名国安官员在一场内部简报会中指出 中国近期在对台或国际认知有新一波的操作 首先是以美论 台湾发现中国近期一些官媒把第一岛链以内 不论东海台海或是近期南海冲突 归咎于美国的阴谋 因为美国介入而失去控制 其次则是依赖论 这一名官员表示 今年是包括美日在内主要国家大选年 无论是选前或选举当中 重大政策与人员没有交接完成 形成战略真空 中国操作台湾内部对立 弱化台湾与国际间有盟 台湾与美方 台湾与西方国家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这一次主要发现是在沙利文访中前 中共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王沪宁 邀集统战部、中宣部、国防部等部门 进行新一波的依赖论宣传 这其中包括美中共管台海 中国喜欢宣称美中共管 一定程度是将台湾当成没有决定权的一方 凸显中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 但是这名官员认为 这一次沙利文去北京 讲成国际共管中国风险会比较精准些 台湾的东吴大学兼任副教授吴建中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接近对中共而言 如何判断这场选举 目前中国对民主共和两党都小心拿捏 然而在选举期间 对美国在国际的角色 不管是在台海、恶乌和以哈问题 中共都试图寻找切入点 除了分化美台与台湾内部之间的操作外 台湾也注意到 近期中国利用国内外知名的百万网红到中国旅行 冲击的不是网红会站在北京的角度说什么 而是以后他因为有好处而不说什么 他举例 他可能不揭露真实 在新疆人权的批判会晋升 会造成民主社会伤害的反而是不说话 此外 台商也是新疆操作的一环 这一名国安官员表示 中国台办找在中国的台商团体组团到新疆 主要以发掘新的商业机会寻找所谓的中亚新投资机会为由 主要目的是两个回避 第一个回避是找台商到新疆投资 回避国际社会对中国支援俄罗斯的质疑 中方鼓励台商到中亚等地设据点或设置物流协助 第二个回避是新疆棉花因人权问题遭国际社会制裁 中方希望透过台商协助由第三方到中亚设点换标签 达到习产地的目的 回避可能的制裁 这一名国安官员点名 这次执行是由新疆省委书记马兴瑞亲自操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埋台北报道 近日中国一面在福建进行登陆演习 另一面又发布公告 要推行与台湾离岛的同城圣火圈 这样的举动能实现所谓的两岸融合吗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 3号起征获中共各型主府战机 以及直升机和无人机配合两栖船舰 滚装货轮装载地面部队 与福建东山大城湾附近海域从事联合登陆演习 国防部严密监控硬处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拱翔生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国防轮这种东西就是下一步 它本身不是可以很强硬的 攻上岸的抢滩的这种的船舰 所以轮到他们能够上岸的时候 都是抢滩公事已经大肆底定 然后接下来他们要进一步 摊头堡已经建立起来 要进行行政下线 公事的中后半段 要开始正式进入到台湾的陆地作战的时候 与此同时 福建媒体4号报道 福建省委8月23号决定涉台政策 打造夏京同城生活圈 而前一天 金门县议会和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陈玉珍 才到北京会晤 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争取开放金门观光 福建新涉台措施涵盖两岸社会经贸 情感等融合发展机制 例如深化台胞在敏就业就医住房养老服务 优化涉台营商环境 加快平潭实验区开放等等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瑟智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 中方对台军演又提出融台措施 是软硬两手惯用的统战思维 不过有明显的变化 吴瑟智预言 未来台湾在两岸议题上的位阶 会不断的往下滑 中方希望这样的效果影响到 各个县市对中国的态度 吴瑟智说 国民党籍的立委陈玉珍表示 即去年9月推出建立不建省 成为两岸融合示范区 其中夏京同城比照浦马同城 例如推出交通卡 老人乘车优惠等等 推行到今夏会在预算上优先播补 而具体做法上 例如在厦门很多新发展地方建立金门新城 提供金门人去制产的优惠价格 或是对前往就业者提供几个月的住房保障 中方提出准则方向 金门各个单位可以提相应的需求 不限于官方 也不用透过台湾政府 我们上次就有提出 我们金门高粱酒到大陆 这个是在关税的减免方面 这个是可以用夏京同城的这个想法 把金门高粱进口到大陆去 中方的条例也出现展开 敏台中小学校季 结对交流 陈玉珍说目的在加大密度交流 而结对子的概念 过去也用在新疆西藏和香港 胡瑟智认为 邮居生活不是只有换地方居住 还连接到对社会文化的认同 包括民主自由的概念 如果中国真的要借平潭地区拉拢台湾民众 应该在当地进行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 未来要产生效果 看来有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的陆委会本周四证实 台湾社运人士杨志渊 近日遭中国当局 以分裂国家罪秘密判刑9年 台湾政府和当事人家属 已要求中方公开判决书和相关证据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的陆委会周四发表声明指出 关于中国以分裂国家罪判处 台湾公民杨志渊有期徒刑9年 台湾政府及家属均拒绝接受此凭空杜撞 诬陷栽赃 以及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缺乏人权保障 不符合文明世界正当法律程序 最起码的要求荒谬结果 陆委会指出 杨志渊2022年8月 遭到陆方滥权违法抓捕之后 台湾就多次公开表示 杨志渊案没有违法的问题 中国必须立刻释放其回台 但是中国肆无忌惮地对其扣上 所谓台独头目的荒唐帽子 做出宁可错杀一百 不可放过一个的专制措施 令人心寒 台湾人民拥有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 陆方今日指控杨志渊的罪名 其实就是在指控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生活日常 中国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案恫吓全台民众 加惩治台独之名 行长必管辖之时 台湾的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强调 本案的判决结果恰好验证 中共日前发布的成都22条意见 其实是针对全体台湾民众而来 如果中共想要的话 那任何台湾人都可以被定罪成台独分子 曾经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入狱的李明哲 接受本台访问时形容杨志渊成为中国杀鸡儆猴的季旗 他分析在中国所谓的分裂国家罪行旗分为三党 较轻者为三年以下 其次是三年到十年 最终则为十年到无旗 李明哲将杨志渊案与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复查在中国遭到逮捕相比较 虽然复查家人低调 但他是名人 持续有不同的团体与个人声援 而杨志渊在台湾并非公众人物 加上家属低调不愿声张 以至于案件社会关注度极小 复查跟杨志渊 我要用谁当典范 当然是用杨志渊嘛 因为他激起了台湾的相对的声量会最小嘛 李明哲说 杨志渊在台湾参加台独组织 这是台湾每个人的自由 在台湾是完全合法的行为 杨志渊只是到中国参加围棋比赛就被捕 这不止侵犯杨志渊的人权 也侵犯台湾的主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麦台北报道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 中国政府调整跨国收养政策 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 庞熙同辈血亲的子女或继子女之外 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5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此举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情深 中国在1992年正式实施收养法 2005年4月27号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了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 根据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的统计 本世纪以来 美国家庭共领养中国儿童82658人 占同一时期 美国家庭领养外国儿童总数的29.2% 占比最多 国际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公司 9月5号表示 该公司多名员工 目前正在中国接受调查 据彭博社披露 相关调查涉及该公司5名现任和前任员工 均为中国公民 他们在阿斯利康的肿瘤部门 从事销售抗癌药物的工作 知情人士表示 中方的调查由深圳警方牵头 这些员工在今年夏初被拘留 目前涉案的17人已全部被批捕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国家医保局联合深圳市有关部门调查发现 阿斯利康在深圳的员工 存在篡改患者检验报告 以符合报销条件 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 阿斯利康也表示 此案是该公司在内部合规检查中发现 听众朋友 亚太报道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何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